再正式介紹一次 大家好 我是二號公民的黃仁達 今天我會正式放名參加這個 立法會九龍東的地區直選 四年前我都曾經參加 立法會的九龍東地區直選 同樣在九龍東出選 當時最後結果我是 以Semi的票數 僅僅2,900票不足的票數 就未能順利當選 四年後今天我再次參加這個立法會選舉 四年前我是一個政壇的新人 四年後的今天我是議會公民的首領 我作為議會公民的首領 作為一個行動組織的首領 議會公民是今天香港行動組織裏面 動員能力最高 成員最多 行動力最強大的政治組織 而我黃仁達就是一個最強大的行動力 動員力政治組織的首領 與此同時 我亦都是香港新媒體運動的推手 我創辦的議會時報 是現在新媒體裏面 舉足輕重的其中一個媒體 在香港新媒體裏面 我們議會時報 可謂最具影響力之一的媒體 我們是最高收聽力的網台 四年前我是一個政壇的新人 四年後今天我是最高動員力政治組織的首領 與此同時 是最具影響你新媒體的創辦人 所以今天 我可以很肯定跟大家說 今時今次 我們參與立法會選舉 九龍東這次直選 我是志在必得的 如果最後 我未能夠當選的話 肯定是選舉舞弊的 可以這樣說 OK 今天 教授的時份 就是我們 葉普城的另一位代表人物 陳文老師 陳文根老師 也都在新界東 正式報名 今次 我們議會公民 聯同普羅政策院 和香港復興會 組成這個 葉普城的陣事 各位 我們今次 選舉 要推動的 是點區公投 全民政見 這個運動 將會真正的改變香港的政壇 今天 今天 我來到這裏 報名 這個日子 對我們議會公民了港 也都非常之有意義 因為今天 是關帝彈 是關帝彈的今天 我們報名 但是呢 我們議會公民 向來呢 都有 大制關帝的傳統 而 在過去的社會運動裏面 我們也都 已經持住 道義為先 這個原則 所以 今次選舉 海洋陽彈 是關帝彈的今天 去報名 也都可以預示 在未來的選戰裏面 我們將會 過五關 三六將 斬妖除魔 斬妖除魔 斬妍五 滅獨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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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制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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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達報名的日子,剛才他就說你自在必得,自在必得,我覺得就是贏,不是自在必得,自在必得就是我一個志向的贏,這一波是100%贏,當然過程是很艱辛的,必然的, 但是對於那些抹黑、篤灰,我們說他是臭死,不是你他,連政府現在,用一個政治打壓最骯髒的、欺負下流戰壓的政治審查方式,來恐嚇你那些所謂有本土主張的候選人,我現在跟大家說,梁振英,他一定坐牢先告, 我們而抱成,如果五區高選,梁振英就準備落地獄,大家想像一下畫面,在今年十月立法會開議的時候,出現黃陽達,鄭松泰,梁田祺,陳浩天,陳雲,鄭錦滿, 這個是什麼圖畫,各位,這個是港共政權,拋響當中的圖畫,今天,誰受政府打壓那個人,你就投票給誰,沒有錯的, 那些人問我怎麼投票給誰,誰被他教的,你就投那個人,現在你搞葉普城,搞梁天祺,搞陳浩天,搞這些本土派,反民主派,犯了魚啊蟹,我不清確驗書,我不要爬頭,我不要道歉,我不要妥協,我不要妥協,每個都可以算,壞令情,是吧? 其實政府通了水給他們問,我們現在是搞葉普城,搞本民前,搞香港民族黨,我們不會搞你的,一早告訴他們,這個確認書是沒有法律效力的,你不簽都不用死的,OK? 但是,你是本土派的,你不簽又死,不簽又死,一樣要搞你,但是現在有幾個人已經答覆了他們的朋友,包括鄭丹門,包括陳浩天,大家如果有留意方向的報道,你就看到,主流媒體機會看不到,OK? 所以,好像我昨天看無線新聞,他在街上嘴,是斷章取義,今天很無妥作無理,人民會無態,是吧? 你現在有力的電視台都不敢播的,有些我們說的東西,是吧? 怎敢播呢?是吧?我說梁振英落地獄,你敢播?不敢播,是吧? 所以各位朋友,現在就是靠你手上的一張宣布,唯一有機會讓你當家作主,話事的就是這一分鐘,在選舉的時候,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猶豫 這一張選票,一定是投給本土牌,五區投給葉普城,葉普城如果五區當選,一定跑到你梁振英政府,天翻地覆,為香港人爭取一個尊嚴回來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支持王陽達,是九東的朋友,不能分票,所有的票都要投給王陽達,一個高票當選,然後, 令到,令到這個政府,是收窄滿地,準備落地獄,我們是義無反顧,站在香港人這一邊,我們都義無反顧,站在我們年輕世代這一邊,亦都義無反顧,站在弱勢這一邊,我們對抗強權, 就是一定要靠這一種無謂的勇氣,老實說,將來會變成怎樣,大家都不知道,這裡這麼多人,有哪幾個會被抓去坐牢,大家都不知道,一個政治反抗運動,它一定是會有政治反抗的, 我們這些人,王太陽,是未來十年,一定是,主導香港政治運動的,政治領袖, 程程剛正靠今天大家投不投票給它, 我希望各位選民,各位香港人想清楚,香港已經是,到了一個最嚴峻的時刻,鄉下沉浸, 除了要踢走梁英國英之外,我們是要修改基本法,現在我們看的主張,我們不是主張港共, 我們是主張永續基本法,永續自治權,由香港人來決定香港的前途,通過這個修憲,我們參加這個選舉,希望五區當選,跟著辭職搞一個偏向公投,進行這個修憲的工程,我們不是為了這個議席,所以希望大家能夠明白,今天有個人設了一張照片給我看,他說港島有一位民主派的候選人, 沒有慶高彩,你和大家報告,現在選舉事務處通知,我有得選,我不知道,我認輸到, 翌日立法會,即是下一屆開議之後,我們會追究這件事,當然不是現在追究的, 即是說這把凡人處派,我現在說的名字,都不是叫共民黨陳宗莊,你就是為了好看,你不是為了香港的前途,所以我希望大家,不用想, 勇敢公投,全民制宜,全民制宜,打到共匪,楊達必勝,大乞必勝,大乞必勝,熱狗必勝,熱狗必勝,大乞必勝, 恐惹大乞必勝。